许久不联系的人突然联系你了,逃不过这几个原因,作家海燕曾说,世间有多少好朋友,年龄相仿,志趣相投,原本可以一辈子莫逆相交,可谁会料到但兮惊变,从此以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涯路远,没有谁可以陪谁一辈子,不是消散在时光的消磨里,就是消散在不同的路途上。 那些许久不联系的朋友,突然联系你了,或许不是因为想你了,而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消磨国学,想起你的价值,求你帮忙。 有位画家成名后,找他求画的人络绎不绝,其中有一位曾经的邻居,两人之前经常在一起喝酒,后来邻居搬走了,联系也就淡了。 这次,邻居专程登门拜访,说是想为小孙子争取一个重点学校的学位,而他的画是重头戏,画家二话没说,提笔就做了一幅画,后来,他听说邻居事情办得很顺利,自己也挺高兴,过了段时间,邻居又来了。 原来,自从拿到了第一幅画后,邻居就在外面四处鼓吹自己与画家的交情,这次,邻居是帮做生意的儿子求画,为儿子长长人气。 画家听后,有些不悦,平时不见人来叙旧,有困难了,就反复提起老交警,甚至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,觉得他出手帮忙是理所当然,要知道,他的画是家不菲,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免费拿走的。 后来,画家让家里人给邻居备了饭,两个人在家中小酌了几杯,但至自未提作画的事,邻居性性然离开了,两人再无交集,这世间有一种人,求你帮忙时,拿你当朋友,与你称兄道弟。 你为他忙前忙后,他用一句老交情,抵消你所有的付出,当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时。 又气如臂履,对于这种拿你当工具人的朋友,少联系一个,就少了一桩麻烦,网上有句话,人和人的关系都是有季节性的,过了这个时间段,可能就再也不是一路人。 所以,当老朋友突然联系你时,不要忙着掏心掏肺,不是每个人都念旧,更多的人都是蓄谋而来,惦记你的口袋,要你随理。 有位年轻的作家曾讲过自己的经历,他有位许久不联系的前同事小莫,有天突然在微信里找他,两人寒暄了几句后,小莫就丢过来一张电子请柬,我要结婚了,就在你们集团的酒店,记得过来参加婚礼哦。 他看了后心里挺感动的,没想到离开原单位这么多年了,同事还没忘记我,那天,他准备了一个大红包,小莫笑得很灿烂,还跟家人炫耀,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联系,但一联系肯定能到,半年后,小莫又给他发来一个链接,说是儿子要结婚了,他很诧异,问道,你哪来这么大的儿子? 小莫说,老公跟前妻的孩子,就这样,他又备了一份礼送过去,还邀请小莫来家里玩,后来,他约了小莫几次,小莫都没打理他,倒是老公的妈妈做兽事找他了,但这一次,他没再傻傻地给人随礼,而是当即在微信里礼貌地送上了祝福语,有句话说得好,人情不是黄金珠宝,死死地锁在保险箱里,是不会产生所谓人情的,有来有往,才叫人情。 世上没有哪一份感情,是靠单方面的付出就能长久,任何一段长久的关系,靠的都是双向奔赴,那个许久不联系的朋友,突然出现只是想在你身上获利,只能说明他没想跟你再处下去,所以,你也不用心软,还把他留在通讯录里,该清理的清理,该拉黑的拉黑,一个真心惦记你的人。 不会只惦记你的口袋,而是关心你的喜怒哀乐,关心你过得好不好,情绪价值,悼念着你,何炯在向往的生活中,说过这样一段话,要接受朋友之间疏远是常态。 虽然我有很多朋友,我也很在乎身边的人,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个奢望,要把任何一个人留在身边一辈子,因为这个很难,还有一点很重要,有的人他来就是陪你一段,我们的通讯录里,是不是还有这样一类人,曾经是特别要好的朋友,后来,有了各自的圈子,各自的生活,慢慢也就断了联系。 但联系虽然少了,并不代表感情就没了,就像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友情,曾经他们一起搭档演出小品,合作默契,关系要好,随着各自离开小品的舞台,俩人的交集也越来越少,虽说生活中不怎么联系,但他们依然惦记着彼此,在接受采访时,朱时茂表示,相信在陈佩斯的眼里,自己是他最好的朋友。 而陈佩斯对这段关系的评价是,从来不会想起,但永远不会忘记。 有的人突然联系你,是想找你借钱,或者求你帮忙,而有的人联系你。 只是因为,他一直默默关心着你,惦记着你,可能因为不在一个城市了,脱离原有的圈子了,你们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,生活焦急也逐渐变无,可是,一段真正的感情,并不会被这些所打败的, 在看到和你有关的某个东西,想起与你有关的某件小事,还是会忍不住怀念,忍不住去联系。 当你遇到困难时,他会第一时间送去问候,当你情感受挫时,他会默默守护着你,人这一生,真正关心你,惦记你,对你好的人不多,遇到了,一定要用心珍惜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。 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惦记你兜里的钱,韩国电视剧《我们的蓝调》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,在温暖的冀州岛上,恩西是一个海产品的小富婆,一天,她正在去往码头的路上,突然遇到了西装革履的初恋情人汉修,瞬间,学生时代的点滴美好,就全部涌入脑海。 初次见面时,恩西抱着宠物小猪搭公车,遭到同学们嘲笑,使帅气的汉修替他解了围,从此,汉修就成了恩西的白月光,然而,久别重逢,浪漫的偶遇之下,布满了算计,还好,重逢的喜悦。 未完的情愫,并没有让恩西失去理智,当他发现,汉修是为了他的钱而来之时,理智狠狠将他打回了现实,是啊,叙旧情是假的,想借他的钱才是真的。 有人说,世界上所有的关系都是有意图的,但我想说,一段长久且稳定的关系,一定是双向奔赴的,而不是单向消耗,罗祥老师说,人和人的关系,就像存钱一样,你必须先存钱才能取钱,如果只取钱不存钱,这叫恶意透支,你的账户就破产了,就失信了。 所以,如果你想从他人身上,知取意图,首先,你要存入足够的本钱,求你帮忙办事,以前跟朋友聊天,朋友打圈说,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,就是久不联系的人,微信问你在吗? 是啊,这种情况,很大概率是,有事相求,又怕你拒绝,所以,让你先开口,你回了,再,他找你帮忙,你就会不好意思拒绝,如果再遇上个难办的事,那可真是,不轻易麻烦别人,是一种休养。 一个朋友分享他的经历,他的一个发小,在老家的厂子上班,前段时间去他的城市看病,因为需要检查,折腾了两天才结束。 直到回去那天下午,才给他打电话,告诉他自己要回去了,他问,为什么不早点给他打电话,这样,他能请他吃顿饭,晚上去自己家住,这样既能聚聚,也能给他节省一些开销。 他的发小却说,我知道你上班挺忙的,孩子还小,人多了反倒不方便,我去你那会给你添麻烦的,来了一趟也没去看你,就想打个电话就行,等回老家了,咱们好好喝一顿理想与现实的差距,就像,一筷子夹下去,以为是肉,一口咬下去,才发现,是姜,长大了才发现,原来,不给别人添麻烦。 也不希望别人给我添麻烦,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,尽量照顾好自己的感受,这不是冷漠,是成熟,想跟你重新联系上,重新做回朋友,人生中,不排除一些人,后知后觉中,回想起你来了,觉得,是这个人其实很不错,但是很久,都没有联系过你了,想要重新认识你,想要重新跟你做朋友,于是就会主动联系你。 当然,或许你当时接到对方的电话,或是信息的时候,其实也是一脸惊讶的,甚至还会想着对方突然联系自己,是不是会问自己借钱呢,但通过一些沟通之后,对方没有借钱的意思,而是单纯,想要联系自己而已,是自己想太多了。 你也会会想起,对方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觉得对方还不错,两个人以前的关系也很好,但就是不知为何没了联系了,就开始反思自己了,人生中能够找回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,其实也不错,或许是缘分,有缘的人,兜兜转转,都会碰到一起,不安好心,想要利用你,坑骗你,现在有很多人被骗,都是因为太相信对方是自己的朋友,是同学,是以前认识的人了,其实有的人很久没有联系你了。 突然联系你,或许是知道你在哪里高就,想要找你帮忙介绍一些人脉,帮忙走后门一下,也或许是知道你这个人太老实善良了,就想在你身上碰碰运气,他们准备了好多手段,一个个套路你,就是想要坑骗你的钱,利用你的老实和善良,让你去投资,或是去帮助别人,或是把钱借给别人。 一旦遇到了骗子,自己被骗了,那么很多时候都难以找回来了,世道复杂,人心难测,不要轻易被人利用,自己也要留心眼,不要轻易相信锻炼已久的人,因为时间在变。 人心也在变,好久不见了,可能对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了,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了。